鄭先生第一次到基金会咨询后回去自行按推 约一个月后已经开始结家 2012年12月13号第一次参加基金会重症咨询 因为伤口还会渗血 所以第二次到基金会咨询 当天体力和气色都非常良好 回去后每日按推两回 且自己熬煮姜汤喝及温敷一个月余 肿瘤日渐缩小 2013年1月3号第二次参加基金会重症咨询 年后因自行减少姜汤用量和温敷时间 结果肿瘤快速扩大 之后听信亲友建议 其电疗25次 结果因体力不支伤口溃烂的情况严重 因此再次来基金会寻求协助 2013年4月9号 电疗25次后 情形体力不支 伤口无法愈合 溃烂浓烈恶臭 4月17号 开始使用姜粉后 郑先生溃烂处已有缩小范围 且浓烈气味减少约两成 开始喝浓姜汤 也会起床走动 2013年4月17号 饱撒姜粉后 溃烂范围缩小 浓烈气味减少 基金会请高雄志工到患者家中分享 姜粉撒在脚趾头那段影片给郑太太看 她看完后决定增加姜粉分量 2013年4月22号 增加姜粉量后 开始结痂 2013年5月6号 伤口范围逐渐缩小 几乎无异味 5月10号 志工下午送姜粉到祁山 并照相取向 愈合状况良好 郑先生恢复状况 4月17号 开始使用姜粉 5月6号 约经19天 伤口恢复至脊无异味 5月10日 志工探视关怀 症状恢复良好 但体力不见好转 5月15日 志工探视 因体力逐渐衰退 介意热源及手法都需要再加强 不久后 患者因热能耗尽 体力不知而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